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標普全球表示受惠內地放寬防疫和旅遊限制 澳門首季博彩收入增長遠勝預期 預料下半年復甦步伐會加快 中場博彩收入有望回復至疫情前19年7.5%至8.5% 但受更嚴格的博彩中介規管估計貴賓廳博彩收入 可能只能回復至19年2.5%至2.5% 之前呂志和都說過了 標普全球分析師提到澳門首季中場賭收恢復至19年大約6.7% 復甦速度快過年初時估算 估計暑假旅客和酒店供應有望持續增加 會帶動中場博彩收入更全面復甦 他們預計博彩收入將會在明年全面回復至19年水平 支持博企改善經調整盈利現金流 目前已上調六間博企的評級展望 並預計博企明年可以恢復派息 真是相當好的消息 至於澳門博彩監管風險將會維持現有的水平不會再增高 市場需要關注博企未來如何履行修訂後的博彩規定 由於針對博彩中介規管變得更嚴格 博企不再熱衷於經營中介業務即貴賓廳 可能令貴賓廳的博彩收入恢復得相當慢 該行就看好美高梅中國和新豪博壓 因為其中美高梅中國現金流改善情況比同業好 在新賭牌下 美高梅獲得額外200張賭桌增加至750張 而隨著新豪影媒異期 酒店容量增加或帶動新豪今年和明年的表現 至於工銀澳門的分析資則認為澳門中場業務反彈強勁 將會利好銀河娛樂 因為他們的中場業務發展出色 與其內地和香港旅客持續復甦 加上第三期服務陸續推出 有利吸引中場客住宿和消費 第一季因為人力資源緊張 限制了銀魚的接待能力 工銀澳門的分析資則認為銀魚股價在4月20日高見過59.8 近兩年新高 雖然在五一黃金週後回吐了跌 但依然跑贏大使 他們建議投資者可以在52元水準吸納 中場線目標66元 跌破48.5元指洩 信不信由你 這集先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素片 讓你截圖以為嗎? 多謝你支持 下集見